它這個很便宜的一斤才70塊 小的那麼多 它這邊不好好好吃喔 難下咽 那邊是阿伯的第三弟嘛 這邊不好吃 你不要吃 我可以單吃它的筍子 我貴貴啦 今天我們來到 碟面紅粉漆 哪有這個碟面紅粉漆呢 人家說碟面跟醋油炒這麼多 碟面有夠小間的 但是其實看起來 也是這麼大間 人家主要的紅粉漆是關公市場 這是在地人扶養 是不是一個市場 人家的在地人都說 裡面的東西 普通普通 沒有夠多好吃 但是 今天我們是關公客 今天我們是外地人 我們來吃看看 這面紅粉漆裡面有什麼好吃的東西 在那邊開始的進場 記得給我按訂閱 按讚 開啟我的小鈴鐺 這裡不會有所有的通知喔 走 好 它第一攤那個生食區 後面有一間蚵仔療水產 超便宜的 對啊 我就還蠻推薦可以來這邊看的 它大顆的蛤蟆才一斤才70 我想要吃這個 你要多少 我要小的 小的嗎 對 小的那麼多 不是只有熟食跟生鮮 它還有賣衣服 我剛剛在門口也看到花店 看起來是蠻貫富的 雖然沒有汁油這麼大 好啦 我們買完要回去啦 買了一大堆東西 摸摸摸 回去看一下你們買看 桌面上的東西就是我們今天買的各種美食啦 這個德民黃飯市場呢 在地人說東西普普通通 裡面我們也沒逛過 其實我古時候的時候去過 那已經太久了 所以已經忘記了 裡面有哪些美食 我也不曉得 所以我們今天他們都是看 人多我們就去買 就是有排隊我們就去買看看這樣子 那我們先從第一間開始吧 第一間我們買的是沒有名字的煎包跟煎餃喔 他們已經25年有了 他們煎餃呢 非常飽滿的感覺喔 然後煎的有點恰恰的 他煎餃也是屬於那種就是不用沾醬料就可以吃的 然後裡面的內餡還蠻飽滿的 可能他都是現場純手工做的 因為他外皮還蠻香Q的 你嚐嚐看 你嚐嚐 而且他內餡很多 內餡算多齁 而且他表面調味料的味道也不錯 嗯 麵粉的香氣也有出來 40塊一份10顆啦 就現在的水煎包 很大一片對不對 這是高地上口味的 試看看喔 他煎包好好吃喔 他的煎包料好多喔 而且味道非常好耶 好好吃喔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味道 我知道 他多一個酒香 嗯 怪不得你會說好吃 我是酒鬼嘛 他多一個酒香跟高地菜的甜 mix在一起 對 我很喜歡耶這個味道 這間水煎包呢 你就是經過的時候 他就在轉角 他沒有扛棒 應該是一對夫妻在那邊賣 我是覺得蠻好吃的啦 至少比那個叉師傅好吃 我覺得啦 也不能這樣 應該是我比較習慣吃 好吃的水煎包 這間 我評分很高耶 我有問老闆娘 我說你們這一間叫什麼名字 他說我們這邊沒有名字喔 人家說得名四場水煎包人家就知道啊 他說裡面有三間 一間是X師傅 然後另外一間是 忘了 另外一間也沒人 X師傅很多人了 然後這一間也很多人 這一間是好吃 推薦 那這間鳳梅客家鹹豬肉呢 我們是買了五花肉跟鹹豬肉一起喔 那他感覺兩個都是不錯的耶 他的五花肉 我們現場看是真的很香啦 他在烤的時候那個味道超級重的 我們先試看看他的五花... 那個鹹豬肉吧 來 試看看吧 這間不好吃 你不要吃 蛤 你不要吃這間 屁啊 你說不好吃 都騙人 他味道很棒喔 這間也好吃 嗯 鹹度剛剛好 然後還是 還吃得到濃濃的蒜味 因為我們是點蒜味的 他的蒜香也很重 因為他有原味跟蒜味 貴貴剛剛就說 那當然要吃蒜味耶 嗯 我就是要錯死人啊 嗯 有可能我們是外地人 所以覺得很好吃 這是他的梅花肉 嗯 味道跟鹹豬肉差不多 梅花肉 肉肉比較多 五花肉他有帶一部分的肥肉 應該是不錯的耶 他整體的那個香味非常濃耶 就是 你一直吃啊 會越吃越刷 這很適合給你配酒 想要等我開一罐喝 我經過的話可以試試看看 不過 可能需要排一下下 你買的話就是 現吃現烤的 我買這樣 棉花肉一百塊 鹹豬肉一百看 再來這間人是 阿布的倫餅 其實阿布的倫餅呢 他的口味這麼多 而且好特別 怎麼會有倫餅包豬排 我點的是豬排起司 他沒有起司口味 我賣完了 可是他有豬排起司 那為什麼 阿這間呢也是在地二十年了 我們經過的時候 剛剛很多人在排隊 我就問老闆娘說 老闆娘請問你們這間開多久 他說我們已經開二十年囉 這樣 我們來試試看他的 豬排 起司 倫餅 他裡面的料好清脆喔 生菜比較多的關係 還蠻好吃的 可是我下期會想要吃吃看他的原味 那他這個豬排起司呢 我個人是覺得不難吃 但是還蠻普通的 吃不到潤餅該有的味道 我看到還蠻多人的 但是很多人都是買他的原味比較多 我想說豬排起司口味裡面 是包原味的潤餅料 結果他裡面都是包生菜 一開始看覺得特別 然後吃的時候 欸 又不怎麼樣 一般般 嗯 他原味可能很好吃 他起司都會賣 但搞不好起司都會很好吃 沈媽媽手工饅頭 那今天沈媽媽手工饅頭就在 另外一個入口的一進來 接一號喔 他的手工饅頭也是蠻多人在買的 皮啦 餡料啦 都是自己做的 在排的時候就看到那邊 自己那邊包了 感覺就是不錯吃 那我們就來吃看看好了嗎 這個是 原味肉包 他的肉包算是蠻不錯吃的耶 我們大家說已經冷掉了 他的皮有點韌韌的 可能還算Q 回蒸的話 應該味道會不錯 就是熱熱的吃可能味道不錯 他這樣冷的吃 味道也很不錯 不會到油膩感 是喔 沒有什麼油膩感 他是冷的也好吃的就對了 對 很可能熱的吃會更好吃 這樣 他味道是不錯的 嗯 就是因為皮可能冷掉了 有點硬硬 對 這是他的泡菜包 他泡菜包也是很多人買 我看很多人都在選他的泡菜包 感覺蠻不錯的耶 很熟悉的泡菜味 有點像艾滋味的泡菜味 他其實做的還蠻不錯的 我也還蠻愛吃艾滋味的泡菜 它裡面也是有肉喔 然後整理的調味上來講還不錯 不吃辣的人不要買 因為有一點點微微辣 好吃 這間呢是老媽古早味的卡扣飯跟大鍋菜喔 就是雜菜 那這一間感覺也蠻多人在吃的 就是我們看到有人排隊 我們就馬上過去排了喔 那我看大家都是買這個卡扣飯 100塊加一個50塊的雜菜 他的卡扣飯是套餐的話 就是等於煮是150 他卡扣飯我也不知道這樣算不算多耶 他卡扣飯呢上面有的滷 他們的滷汁喔 攪的餅會更加多 然後上面有附粉絲跟白糖 來蘿蔔 啊 筍絲給太少 筍絲好吃 我來吃看他的卡扣 他的卡扣跟飯都還不錯 他沒有滷的完全爛啦 吃得到那個豬皮的Q度 那滷汁呢 鹹甜鹹甜的 我真的覺得還不錯耶 他的筍子很厲害 他的筍子要吃 真的耶 我可以單吃他的筍子 他的飯是不是有點爛 我吃的還好就是普通偏爛 他的味道是不錯的 但是可惜那個飯不是我喜歡的 那種綠綠的飯 但整體味道OK 我來試看他的澡菜湯 他澡菜湯的料其實滿多的耶 他的澡菜湯不是我的菜 酸酸的啊 不是我想像中的味道 你不覺得你在吃澡菜 因為澡菜吃起來要有點 超生超生的感覺 帶酸味啦 可是有的會酸 有的不會酸 本來就是這樣子 可是不會酸至少還會有點甜 因為我以前吃到的澡菜 是有點超生超生 但他不是超生的那種 你吃到是古時候的那種 好像味道有點淡 他不是我的菜 可以買他的 咖口飯 咖口飯可以吃 這個的話 可能我自己個人覺得還好啦 搞不好也有觀眾是喜歡的 這間呢 就是這一味臭豆腐蚵仔麵酸 我一直看很多伯伯在那邊吃 那邊是阿伯的雞三弟嘛 他也是那種麵線多的 不是因為堪雞的關係 他是麵線多的關係 我來試看看 你看 他這個很厲害耶 點的是小碗的 剛剛我去戶前的時候 一碗四十五 貴貴有點嚇到 你四十五很便宜耶 四十五塊 他們家的蚵仔麵酸還算好吃 好吃 咬得到他麵線的口感 然後蚵仔算蠻不錯的 蠻鮮鮮的 湯頭呢是柴魚高湯味 他有多一個味道 我不知道什麼味道 大腸也很香 真的是很對貴貴的味道 吃不挺的 料也算蠻多的 對他料也很多 這一間我還蠻喜歡的 這樣四十五塊嗎 四十五塊 這樣很多 大碗也一定更多 這一間呢是 中泡塞肉羹藍內門古早味 半島肉羹啦 去買啊 你如果人不多 買小的就好了 因為我們拿到的時候 真的很大一包 大概是這個的兩碗 小的那麼多 人不多的話 你們會吃不完 它裡面的肉羹的非常多 多到有點嚇人 我們來試看看吧 我覺得很好吃耶 而且它的肉羹非常的軟嫩 它肉羹是有圓塊肉的耶 整塊肉這樣嗎 對啊 高地菜好甜喔 高地菜是脆的 不是那種 豬也在豬都不軟 那種 高地菜是脆的耶 然後筍絲呢也非常的多 肉羹很軟 欸這間我很推薦耶 我蠻喜歡的 我覺得你覺得好吃好 我覺得好吃啊 我剛剛有吃過了 它真的有那種 肉羹的感覺耶 你如果加辣加醋的話 味道會更好 對 再來這一間是王炸地花球 它已經涼掉了啦 欸它涼掉還是脆的耶 你的涼蓋有沒有油耗味 沒有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 地瓜泥啊 地瓜餡啊 好像蠻多 你是吃得到裡面的地瓜餡的喔 還是酥的 它那個地瓜球真的裡面有餡耶 我以為剛剛貴會配人 等一下它裡面有餡 1 2 3 4 5 6 7 8 但是不多顆 8顆30塊 8顆30塊好像還好 也有紫薯口味的 這是芋泥 芋頭還是紫薯味 不小心 你看它裡面是有餡的 也沒有多便宜 但是是好吃的 冷掉也好吃 冷掉也是不錯的 那這間暖點呢 我們剛才是看到有人在排隊 所以我們也跟著去買了 那我們剛剛買了它的 鹹奶油口味的吐司 然後智商明太子 跟香草口味 跟芋頭口味 跟芋頭口味的甜甜圈 那我們趕快來吃看看吧 這是鹹奶油吐司喔 你們有沒有吃過那種 四塊四塊的 然後你要慢慢撕 把它撕下來吃的那種麵包 我不知道那個叫什麼 就吐司啦 嗯 偏乾 這要配你有沒有感覺 嗯 偏乾 嗯 南夏宴 還在這裡 再來這張香草口味的甜甜圈 聞起來是蠻香的 感覺好像包卡斯塔 這個就還不錯 這個給它加分 他們可能真的是專門做甜甜圈的 所以那個吐司 會不會怎麼樣 吐司可以不用 再來呢 這是它的巴絲芋頭喔 它巴絲芋頭裡面是 加上芋泥跟 這是麻糬吧 嗯 那個應該是麻糬 它的口味是不錯的 這個味道是你非常喜歡的味道 嗯 對 你非常喜歡的味道 它的甜甜圈整個 把吐司加分加回來了 一頭空可以滿 我們剛剛吃到那個吐司板 有點失落感 我會吃到我們家的甜甜圈 唉唷 真的加 我吃到它吐司板有點給小 所以它甜甜圈要有加分 嗯 這是它的炙燒明太子 鹹的味道還不錯 它魚卵沒有腥味 好像是這種鹹甜的感覺 再上海苔 襯托出整個麵包的香氣 這間我也蠻推薦的 就是你們要買的話可以去買 不過買它的甜甜圈類的就好了 它明太子這個其實也不錯 我也還蠻喜歡的 而且麵包底非常的柔軟 那我們今天派得名市場的美食呢 我覺得都還不錯啦 可能我們沒有吃到雷的啦 剛剛甜甜圈的那個吐司有點雷 那個蠻雷的 今天東西其實都還不錯吃啦 畢竟我們跟著人家吃 今天有點等於是那種盲吃的概念 因為我們沒去過 所以就有人排隊我們就去買這樣子 比較沒有自由市場那麼大 不過自由市場是屬於觀光型的市場 德明市場呢 是在地區域型的小型黃昏市場 東西也不一定沒自由那麼好吃啊 其實我吃一吃這樣下來呢 還蠻好吃的耶 應該賣的菜類應該會比自由市場便宜一點 像我們今天看到的第一攤 那個賣蛤蟆的就很便宜 蚵仔寮水產超便宜的 剛那個老闆有說他們都是批八 那你要到德明市場呢 德明市場也是很方便喔 你開車騎車喔 那邊都有位置提 後面有個大的汽車停車場 前面有汽車跟機車的停車場 它裡面的規劃 生鮮熟食跟蔬果菜類 都規劃的蠻好的 生活日用品呢 衣服呢也是 都有自己屬於自己的區域喔 多到德明去逛一下 德明市場的東西還真的蠻好吃的 什麼都有 還有按摩的 我肯定會不會花咧 我們今天的鴨皮就到這裡為止了 因為我的鴨皮 請給我訂閱 請一個讚 分享出去 開開我的小鈴鐺 才不會繞到收費通知喔 再花 我要用筷子 那有壞習慣 我用筷子夾給你 它就是用筷子給我夾 你在撿骨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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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撿骨上 在撿骨你的水 絕 Gar棺 在撿骨的大約 河賓 1-2-3-2-3-4-0- dor